台北市长蒋万安 30号开工一早就到市府广播室 新春贺岁广播 要当市府同仁最强大的后盾 鼓励攜手做对的事拼下去就对了 各位市府的伙伴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市长蒋万安 今天是春节廉价后开工第一天 感谢在春节期间 仍然有许多公务人员轮职工作 坚守在工作稿位上 让市政府顺利进行 新的一年 有许多市政建设要推动 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 期许各位同仁 一定要以市民的需求为优先 提供更便明的服务 让市民感受到我们的用心效率 一起实现更多愿景 今天我们一起卷起衣袖 台北队又要开工了 我会当大家最强大的后盾 只要是对的事情 请各位拼下去就对了 让我们为市民朋友 打造一座幸福的伟大城市 加油 蒋万安妻子日前产下儿子 喜迎三宝 蒋万安也回应当三宝爸很辛苦 更开玩笑说 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 我想尽快 我们都会 确定三宝的名字 谢谢大家 三宝爸有特别的 大家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 我想太太比较辛苦 因为她刚生完 需要一些时间修养 但因为这一次自然产 所以恢复得很快 三宝也很乖 是一个天使宝宝 睡得也很好 所以这部分 很谢谢三宝的体谅 那当然接下来 等她来做完月子 我们也在讨论 怎么样安排时间 当然希望说 能够尽量我们来照顾 那当然也很谢谢 这段期间 我们的神救援 阿公阿嬷 爷爷奶奶的帮忙 照顾大宝二宝 那我想这部分 也谢谢大家的祝福 另外市长 也不忘宣传台湾灯会 说明开工祈愿 与提升城市竞争力 其实这一次的台湾灯会 是睽違23年之后 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别具异议 所以我们很希望 所有的市民朋友 或是来自各县市的朋友 都可以来台北 参与这一次的台湾灯会 来欣赏 来逛逛 来走走 那这一次的台湾灯会 其实是由 交通部和台北市政府 我们共同合作 而且中央地方 一起牺手努力 我们也都有各自负责的灯区 所以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各自的责任灯区 我们都尊重 每一位作者的设计 以及原创理念 也希望 所有的好朋友 都可以来台北 参与台湾灯会 当然也会跟各局处 持续的盘点 我想包括 相关的重大建设 大巨蛋 包括交通 内湖交通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 让台北市的路平 能够持续的推动 完成 以及对于留住人才 减轻年轻的负担 包括生育奖励等等 还有怎么样提高我们 幼儿园的补助等等 这些我们都会来推动 我们就希望能够 让市民朋友安居乐业 那我们也都会跟市府团队 吸收努力 我们其实一直都希望台北市人口数 能够增加 那我也在强调 其实希望人口数增加 那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能够创造人口红利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台北 那至于达到250万 达到这个标准 依照相关的法规 我们该怎么做 就会做 其实依照当时我们跟新北签订的行政契约 当时由新北出资 我们来代为新建 以及欢一 整条路线都在新北市 所以依照契约 7月到期就应该要移交还给新北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但最重要 我们要确保旅客的权益不受影响 所以在整个移交过程 不一定会让它非常顺利 我想依照大宗捷运法 以及两个城市的共识 我想未来 当权限包括南北环段完成之后 当然一定是有一家捷运公司 也就是一个主管地方政府来营运 这样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共识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